OK,所以这个是这下去的那一个exercise 4 OK,所以这边还要你说 x plus y 等于 x, y 等于 x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大 y,这个就是你的大 x 在这边 所以第一个step,你先找 gradient 所以gradient y2-ye除 x2-xc,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啦 所以你找到说你的gradient是 e 然后这边你可以直接看到你的 c,所以你就不需要计算c 你可以直接看到你的c是减1 然后你就sub进来这个equation 所以这个equation是对的,就是大 y 然后大 x 所以大 y 是 y,大 x 是 x2-x 所以你就sub进来,所以你可以找到这个equation y in terms of x 所以第二题,大 y的话就是这个 x2-y 大 x的话就还是你的 x 所以这边也是一样,第一开始你先要找 gradient 所以 m的话等于 sample 2 你可以check你的 sample 2 然后这边你是看不到你的c的 所以你就要用c来算 所以你用c来算呢 y等于 mx加 c,你用这个paragent 你不要用这个,你用这个y等于 mx加 c 所以你用的,它用的是这个 不管你用哪一个点,哪一个coordinate 你就可以找到c是等于4 所以你就把你的y插进去 然后你的x也插进去 再大 y跟大 x 插进来 然后你就可以找到你的c是等于4 然后你再把这个,所以你把你的gradient 跟你的c放进来 所以你先放这个gradient跟 这里的大 y是x2y 然后你的大 x是x 所以你就把你的gradient跟你的equation放进来 gradient跟你的y intercept放进来 后后呢它要y in terms of x y in terms of x 所以你就把x2丢过去除 所以x2丢过去除的话 x除 x2的话就剩下一个x在下面了 所以4除 x2的话就是4x2 OK 然后第三题,所以第三题的话呢 大 y是log y 然后大 x是log x 所以也是一样谈你y in terms of x 所以y in terms of x 第一步 你就先找gradient 所以找了gradient过后呢 你也是一样 你是不可以看到c的 然后你看不到c 所以你要用这个y等于mx plus c 这个方法来找你的c 所以c会是等于解释 所以你可以check啦 所以这边就没有那一个怎样找c的方法了 你可以直接check这边 然后过后呢 你就找了c跟m过后 你就把你的m跟c放进来 因为你的c是negative 所以这个就是negative了 然后大 y跟大 x 所以这边的做法是他把这个5 per 2 把上去你的power OK 把上去你的power 然后这个4呢 他把它写成log 10 power 4 你只要说这个的话你可以cancel 10 跟10可以cancel 剩下4嘛 所以我要变回log的话呢 我就log 10 power 4 所以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是他要把全部都有log 所以如果你不要这样子做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5 per 2 log x 绑过去先 或者你log y 绑过来 都可以把log的放在一个part 其实你的到最后答案都是一样 所以这边你看到说这个是减 所以减的话呢 这边是减 然后过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写成是 除了x power over 2 除10 power 4 然后log跟log就可以cancel掉了 所以这个就是最后 你的y in terms of x OK 所以第四题 所以第四题 这个也是谈你y in terms of x 所以你就知道说大y是log 然后打x x 所以先找你的m 先找你的c 所以这个没有solution 你可以自己check你的答案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 到这边你可以找到你的m 可以找到你的c OK 所以你就把你的m跟c都sub进来 所以你的到完是log y 所以如果你要y in terms of y 你就把这个log丢过去 所以log丢过去的话 就是10 power 这些东西 10 power这个 10 power这个 就是x per c加7 per x OK 10 power x per c加7 per x 就是10 power这一边 OK 所以 这个第五题也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就不讨论了 你可以直接check你的答案 所以这个跟第四题一样 OK 我们看第六题 OK 所以第六题呢 第一个case 他要你找log y in terms of log x log y in terms of log x log y in terms of log x 的意思就是代表说 他要你找这个linear的 这个的perseman 这个的equations 所以你去找你的m 所以你的m是1.2 所以你从这边 你可以算到说你的m是1.2 然后你去找你的c是3 OK 所以他要你y in terms of x 的话 就是你把这个log 所以这边呢 所以他会要做做法 所以你知道说 这边是log y 等于1 per 2 log x 下一个3 OK 所以在这边呢 你可以做的是 你可以做的是 你把这个1.2 搬上去 所以就变成log x power log x power 1 1.2 OK 然后加这个3呢 你可以把它写成log 10 power3 OK 然后在这边呢 你可以把这两边的log group 在一起 OK 所以你把这两边的log group 在一起的话 这是10 power3 10 power3 所以你把这两个log group 在一起的话 就是10 10 power3 然后 x power 3 然后 x power 3 然后 x Log 和Log cancel 掉 所以Log 和Log cancel 掉呢 你这边就变成 Y 等于 所以Log 和Log cancel 掉呢 10 power 3的话就是1000 然后 X power 1 per 2呢 它就是 Square root X 所以你会拿到这个答案 OK Niline Y Aperbular log 4等于 Log X等于4 所以这个呢 你只需要把 你这个4 你这个4 Sup进来这边 OK所以1 per 2乘4的话就是2 2加3就是 5 OK 所以它这个做法是这样 OK 所以首先你只要说你的Log Y OK 所以你把你的 4 1 per 2 Sup进来 然后加3 然后这边呢 然后这边呢 你就会等于是5 OK 所以你的Y 就等于 10 POWER 所以你会拿到这个答案 OK 然后我们看第七题 所以第七题它告诉你说 So if the X 跟 Y is known and satisfied the log 就代表说你有这一个 equation 你的Y in terms of X 是这样子 所以它叫你找 A跟 N OK 所以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说你的C直接是1 然后gradient呢你可以用这两个 这两个coordinate来算 所以你假如gradient是2 然后大Y是Log3Y 大X是Log3X 所以你把你的 大Y是Log3Y大X是Log3X 所以你有这个equation 所以我先把这个equation 换成大Y是这个大X这个 所以我就Log两边 所以我Log两边的话 AXN的话 你可以把它变成是加 然后这个N你可以搬下来是 N 所以这个呢你就可以换到说我的大Y跟这个一样 大X跟这个一样 所以N呢就是我的gradient 所以N就是gradient的话就代表说N 等于 2 然后Log3A的话这个是C 所以Log3A 是C的话就代表说Log3A等于1 然后A的话就等于3 power 1就是3 OK 3 power1 就是3 OK 然后 第 8题 所以第8题呢 它告诉你说你的Y 是等于P除Q power X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Y in terms of X 然后它来你找你来P跟你来Q OK 所以也是一样 第一步你找gradient 再找C 可以用这两个coordinate 找gradient找C 然后再把这个equation 换成你的大Y等于LogY 大X等于X 所以你要怎样换你就Log两边 所以P除QX除的话就是 减 然后这个power X呢可以搬下来 变成X 所以这个减 这个negative就表示它是除 然后这个X呢就是因为它是power 然后你搬下来 它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你看到说这边 你只要说你的gradient 你的gradient就是 Negative Log Q 因为你只要说 X大X 所以这个negative不在这边的话就代表说 你的gradient就有这个negative NegativeLog Q 然后C的话呢就是 LogP 所以C的话是LogP Gradient是 NegativeLog Q 所以NegativeLog Q等于 NegativeLog 然后你Soft这边的话 Q就会等于100 然后LogP等于6 P就等于10 Power 6 OK 然后我们看第9题 所以第9题呢它告诉你说大Y是1'Y 大X是X2 然后你有这一个equation 所以这个equation呢就是刚才你看到说如果Y等于分数的话你要怎样把它换成这个part 所以你就把它上下倒反 上下倒反的后你就知道说你这边直接是等于1'Y 对吧你的方向是没有错的 然后另外一刷呢你就把它的通分母拆开来 所以X2 per 2的话就是1 per 2X2 然后spart per 2的话就是4 因为你倒反了 所以x2 所以x2跟这个也是match的 然后你就sub两个点分开sub 所以你先sub p5 所以你知道说你的1 per 你的 x2 现在是p 所以你就sub x2是p 然后1 per y是 5 所以sub这个是5 所以你可以直接找到pp的一个 所以这个point也是这样 所以你sub x2是6 1 per y是q 所以你可以找到q等于7 OK 然后我们看 这一题 所以这一题它给你的这个graph呢你就看出这个其实不是一个linear的graph 它不是一个linear的graph 可是它有给你这一个logy等于p logx加logq 所以这一个 就是你linear的graph 所以这边你要做的是你先要把这个linear的变回去不是linear的 所以变回去不是linear的话这一边 你看这个p我可以搬上去做power 然后加的话就是乘 所以p搬上去做power的话就是xp 然后加的话就是乘 所以你可以找到说是xp乘一个q 然后你的log全部就可以cancel了 所以你有这个equations 然后你有两个coordinate 所以首先你这边把e9sub进去 所以y你sub9 然后x你sub1 然后你看到说 e powerp 可是你知道说 不管你什么东西powerp的话 你都会是 不管你e power什么东西 也不是什么东西 不管你e power什么东西它都会是e 所以这边你可以直接这个cancel掉 q就等于9 所以当你q等于9的话 你再sub另外一个coordinate 81跟3 然后你只要说q是等于9 所以你可以sub到 你的p 等于 2 这样子 OK OK 所以我讨论完了 然后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了 我讨论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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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的p 你 我讨论完了 我讨论完了